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 登登登登 剛出爐印好的雷諾曼卡牌 那我個人呢 非常的喜歡雷諾曼 應該大家看我的文章就知道 我有一點小迷信 可是我覺得 從來沒有一個卡牌 讓我這麼的喜歡它 所以呢 因為它只有36張 然後我就用我自己對牌的理解 然後畫上來 比方說這一張是騎士 騎士可以代表什麼 可能代表送消息的人或移動 那古代呢 之前的卡牌 它就是真的騎士 一個人騎在馬上 但是我個人覺得 我們現代可以讓它變成油財 這就是我對這些牌 賦予它可愛的元素之外 還有給它一個 比較現代 然後跟我自己的理解這樣 希望大家使用這一套卡牌呢 可以跟我一樣得心應手 那我就大概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卡牌有多可愛 好 西零巢 船 家 樹 烏雲 像烏雲呢 它就是負面牌 所以呢 負面牌的話會在顏色上面 會讓它是用暗色系來替代 那蛇 棺材 有沒有 棺材就暗色系 那黃色的話呢 就是超級好牌 就是正面的牌 所以像這個花束 收到花就是像收到禮物一樣 會很開心 那鐮刀當然是不好的喔 那這個是鞭子 鳥 小孩 狐狸 熊 那其實熊呢 我覺得很有趣 是因為熊是有保護欲的感覺 然後也是代表金錢 所以我 所以我幫他畫了一張黑卡 就是超有錢的 有權利的人 都是可以用熊來代替 然後星星 星星會指引我們方向吧 所以我也把他畫了一個手電筒 然後這個叫灌鳥 灌鳥其實就是送子鳥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小baby 那狗 塔 花園 山 山的話 其實他有一點點負面的意思 因為有困難重重 然後 會有一個 障礙的感覺 所以你看我的山要爬上去要經過 有沒有 重重的關卡 然後路口 老鼠 老鼠也很討人厭 其實我之前有常去搬到老鼠的 老鼠就是會讓你精神浩落 然後 會 就是像小偷啊 感到壓力啊 所以你看 老鼠搬走了你的路 我 然後愛心就不用講了 愛心就是愛情 喜歡 開心 愛 好 戒指 書本 書本 其實書本的雷諾曼意義還有一個叫做秘密 所以我幫他畫上了鎖頭 嗯 希望你能懂 然後 心見 男人 女人 百合 太陽 月亮 鑰匙 鑰匙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牌 我故意幫他畫了一張 一個手 然後拿一個鑰匙 因為鑰匙就是感覺你可以去開啟一個新世界的感覺 嗯 再來 魚 船 毛 十字架 十字架看顏色就知道了吧 十字架 他如果當中信牌的話是可以當作宗教的意思 但是大部分都會給你有痛苦的感覺 還是很負擔 對 那最後這一張是Bonus 就是萬一你的卡牌不見了 然後你可以用這一張寫上你遺失的卡牌 然後寫在這裡 那他的尺寸呢 其實就是9.2x5.6 那這個卡牌的厚度大概是1.7公分左右 我個人覺得這樣小的卡牌真的超好奇的 可以看我一下 就是這樣子行 然後雷諾曼要怎麼玩呢 其實我有在網路上 其實大家搜尋雷諾曼自學 就可以看到我的文章 我的文章開頭 就是MG Mac的雷諾曼自學